大家好我是凱俊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特戰矯正版範外篇第四集 今天這一集已經正式進入 防守方的所謂問題了 防守方的部分我將分為兩集 所以範外篇快要結束啦 還沒看過的觀眾朋友 歡迎去看看前面幾集 都有很多實用的觀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這裡我會直接爆屁股 直接繞屁股 因為你這裡其實已經是一個回方階段了 你需要點內 你其實是完全幫不了抗一點的隊友了 既然隊友這兩個人抗點 他們要抗了因為要 基本上四個人打五個人的回方是打不贏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繞屁股給他們壓力 這大寶遊戲呢為什麼呢 因為對面一定會有凱獸技能砍你 可能會有人在後面 可是你總會被發現的 道理是這樣 你總會被發現 有沒有人會看屁股呢 就真的很看他們跟阿拔 老實說 在你們隊倒一個人 他們要這樣打幾點的情況下 他們通常A點 老實說已經會搶下來 直接倒多少人的問題而已 你兩個人是很難把點你抗下來的 他們也知道 現在你點你最多兩個人 是很難把點抗下來的 所以他們卡之後 如果想說 連內人都夠了 去看屁股跟炮萊姬 是有可能的 可是就像這樣 我也會大跑即使 因為這把已經少一個人了 你的勝率已經比較低了 你是沒看到人的那一個人 然後他們直接出點 我會直接大跑去抓太美 趕快的去給屁股壓力 反正你都會被發現了 有那個屁股在跑他 所以我會直接大跑去繞屁股 現在你過去 我跟你說 我先預判一下 現在你已經打回房 去A8什麼情況了 就是 Sky跟BreamStorm都扛臉扛死了 然後你跟Jet就坐牢 還是死 這樣就是坐牢了 如果你有包屁股拉 你可能這趴 這局人贏的機會 你就有2趴提升到5趴 你懂嗎 這傻小 這傻小 這什麼意思 沒有 這邊沒有贏 被隊看都打掉 沒關係 也不應該贏 就是 有個不喜歡的地方了嗎 你先賣EKO 小槍局對不對 全部人拿自私或者神社 為什麼不扣毒點 為什麼不扣4個人C 或者4個人A 或者是5個人欠壓中國 都不在意 你要幹一些很白癡 平時不會幹的東西 要打這麼一個錯誤不得 我 有時候我也怎麼扣了 我也扣 4個直接全部躲在C點內 然後 等下他們進點 就一個橫點 然後我們都在煙裡面 或者馬進打掉之後 就等他們進來 放他們進來 然後再去殺他們 又或者 直接5個 我跟他們說 5個來逼Windows出來 我們就直接把他幹死 直接對死 因為對面只有Rena一個閃 對不對 不像你們隊 你們隊友是蓋這個閃 這個計畫可能不行 因為也可能就是 衝過打神出來 你們5個直接裂開 可是對面沒有死 只有Rena一個閃 那個閃就可以打掉了 看資訊的人士收法 然後你猜猜收法多大機會 丟你放在中途看 所以就無人機在中途 單雙不會 單排 不會有人這樣做 他們只會 直接拉出來幹那 要這個意思 所以這裡我覺得 不太好 我的選擇還是會繞屁股 我要跟Rena一起繞 這個時候準備跟 因為其實 你一口去想要換競技 要贏的話 每個事情都要去冒附 不行這個時候 我會直接 跟Rena一起繞屁股 你拿抓人 欸欸欸欸欸欸欸 你不需要抓人 你不要創手 哇 不需要 首先 第一個問題 你的技能重疊了 呃聽下 先 首先回到剛剛 你有沒有發現你基本就是你技能技術 你知道其實在B點玩的人通常來說 不是來扛B點的嗎 在B點玩的人 在Heaven來說 在B點裡面玩的人是用來發輸費的 用來轉眼的 基本上你是很少會看到 B點的人會一直在哪裡 就會牽壓的 他們都是直接聽到有東西轉 他們都是這樣拿的 所以你玩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動 其實你應該去 站C點 GT或者CD都可以 你要去站C點CD都可以 然後繼續放中 看中有沒有摸進來 然後Garage就要拿砲塔看進去 然後跟隊友摸進去 如果是你沒有挖的話 你就要有航點拖時間都可以 砲塔 我問我為什麼很常見到 放這裡的 我這個位置 他這樣兩邊都看得到 嗯兩邊控 可是你就要放掉這些部分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部分其實很難控的 進攻方通常不會去控 這些位置呢 其實進攻方很少會去控 因為風險很大 就是有情況會控的 就是對面一直在 在衝C一直在衝A 然後有沒有很強的防禦去 抓中的人時候 就會選擇去控中 那通常來說 當我們打機分來說 人很少會直接去控中 要不然直接去控中 要不然直接去控中 所以我們砲塔就看 有沒有人想打C就好 這裡會有人打 這裡會有人上台 然後我們可以 alarm ball放著燈 放在燈 放在燈 看有沒有人會想摸 因為就是B點那個人 我們拿這張也是Sky對不對 其實他們玩 是為了這樣轉 去扛點 或者這樣轉 去扛點 所以這代表 反過來說 進攻方也可以利用這個 躲擊 在他們給A壓力的時候 其實會有個人這樣摸進來 所以你當Q job 就要 滾不好自己的地盤 要確保 你們可以安心去扛A的點 好不好 你把C點這裡全部封起來 這個位置全部封起來 然後B點 你也可以把點給控制 如果隊友真的全部轉了 我假設好了 一個 一個在B這裡 三個在C對不對 那你就退到CT這裡 你就跟他們說 打retake 比起你自己在點你死掉 我覺得還好 你玩守衛來說 這不是你的責任 你去轉點控制 你的責任是 控好 你已經有的這些邊線部分 基本上你每次轉 都是會怎樣 都是會打回防 就是別人直接下包 基本上你玩一個Sentinel 基本上每一次你轉點 都是會在敵人下包之後 或者 讀到資訊 你決定前壓 我玩Sentinel 凱獸 如果對面真的很常去控B或A的話 我會在這裡開始 然後沒人的話 我就前壓 壓到大肉這個位置 然後就架著 沒必要再壓 架過去就多了 還有給這邊資訊 對面凱獸有在近點放繼續從的話 我可能就會 卡在這位置 所以就算有倒人我也不用再過去 不用啊 不用 因為這不是你的責任 你也已經轉不及了 我跟你說 別吵了 好爛 這裡有個問題 太快 什麼意思 你回槍 你會幫你看看你開槍 呃 給你盒子 給你盒子 來 第一發 其實這個你這很急的 你甩 你還會甩中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其實這個結體上去箱子之後 他們是不會看你的 其實你就有時間去把它調整 你要再去秒他 第二 第二個問題 你開神社的速度太快了 他還沒重置到呼作力 要打第二發 你看 我假設好了 這裡第一槍 1 2 有沒有看到第二發 是其實你準氣超級遠的 你神社 你應該追求那個 頭的準確率 你應該放慢速度 一下 然後調整身位一下 這樣打 不好的習慣 那個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接受啦 因為他充電了 然後他被閃了 你要只聽他把它殺掉 我覺得可以接受 這是不好的習慣 你這樣開槍其實是非常不好的習慣 很大程度上 你第二發這樣開速 就會泡了 你看直接選手 其實他們神社都很慢 這樣 你看看 他們都是這樣開的 你看直接選手 他們都會 打一發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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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身會移動 今天的範外篇第四集 就到這邊啦 防守方的問題 比較少一點 但就是重複的問題一直犯 所以大家要仔細的去看 好好的注意自己平常有沒有這些問題 著重的去改善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理解 我不會走 我會走 去玩 這時間 我會走 我會走